明明你挺优秀的 也长得不错 但为什么就是没有男人追求你呢 你尝试了骄傲软体 配对公司 朋友介绍 可是还是一样 找不到那个对的人 身为女强人的你 到底犯了什么错 让男人都不敢追求呢 每次来到我们课堂的女孩 她们都是属于 新时代事业型的那些女孩 大多数她们在自己的事业上 都挺有成就的 那其实也长得不错 好看 也懂得怎么去打扮自己 可是她们都有一个困扰 就是我明明尝试了所有的方法 但是这些男生 好像都不会想要跟我发展 亲密关系 不管再怎么样出去见面 再怎么样去寻找朋友 配对公司的帮忙都好 但是我好像就是找不到 那一个我的对的人 到底出现什么问题呢 其实不难发现 在这类的女强人身上 其实散发着 非常相似的这五个特点 因为做了这五件事之后 才会导致她们都没有人追求 那今天只要你改变了这五件事情 你也可以找到你的幸福的哦 那第一件呢 这些女强人呢 最常最常犯下的错误呢 就是没有展现自己女性的一面 是啦 那什么事没有展现自己女性的一面吗 我不是一个女人吗 那做一个女人 展现女性的一面不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吗 其实不是 因为在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这一个环境当中 对我们的这个要求很不一样 大多数的这些女强人呢 她们习惯了在自己的职业啊 在自己的事业上面啊 需要展现这个女汉子的一面啊 对 像戴一个男人的面具 对对对 所以她们呢 其实并不是啊 其实你就算是一个女人的这个身体啊 但是你散发的这个气场啊 其实根本不是一个女人 是一个女汉子 是一个很非常非常强悍的一个男人啦 对 所以大部分的她们呢 在自己的工作上面 因为都有比较高的职位啊 然后需要管理一些团队的时候啊 她们不免的需要有这样子的威力 展现出来 才能让别人就是听从 尊重 尊重啊 幸福啊 但是呢 回到就是换在感情上面呢 其实我们不需要这一个气场 在感情里面 你不需要去用这个气场 来去带领你的团队 你不需要这个气场来去 带领你的来 带领你的老公 对 你不需要这个气场在感情当中 来去维系一个感情 而相反 这种气场带到感情里面的时候 反而会给感情造成很多的问题 对啊 会让男人觉得 你很难相处 对 跟男人很强硬的 对 因为男孩子 少一个亲密伴侣 是要找一个女人来谈恋爱嘛 嗯 你的外表 只是女人 但是 当那男孩子接近你之后 跟你接触 发现到你散发的气场都是 呃 就是跟你聊天的时候 你都是在讲工作啦 职位啦 这些成就啦 得奖啦 男孩子 他们不会觉得有吸引力 对他们而言 对他们而言并不是一个 女性魅力的一件事情 对啊 男孩子会觉得 哇你很厉害啊 嗯 然后你跟我一起打猎咯 但是他不会把你当成是一个 可以发展成亲密伴侣的一个 一个人 一个女孩 对 因为男孩子 想要另外一半吗 想要一个女人 对对 那在这里呢 我们要再纠正一点啊 就是不要让这些女孩子觉得说 哎呀 我自己成功啊 其实是一件很 很不好的一件事情 是一个负面的一件事情 不是 我们在事业上的这些成就这些独立呢 其实是我们应该值得感到骄傲的事情 因为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去打拼出来的 但是我们要知道的事情就是 工作呢 跟感情 其实是两回事情来的 虽然这个社会上的发展 让很多的女性都慢慢的可以成为很强势 很优秀的一些女汉子 但是呢 当我们回到感情的时候 永远要记得一个原则 就是感情怎么样能够长久的维持下去 就是要让男人更加像那个男人 让女人更加像一个女人 这在以前我们很多的影片当中 其实已经告诉大家很多次 强调很多次了 一个男人呢 不管他在什么样的职位 他在什么样的年纪 他真正的这个角色啊 在感情里面啊 没有改变的 他就是想要做一个男人 去保护自己的另外一半 去付出 然后去让自己的另外一半开心 但是 一个女人呢 相反 不管我们到了什么年纪啊 我们在什么样的工作岗位啊 其实呢 我们内心深处啊 其实还是想要得到被保护 被疼爱 被细心 被照料的 这就是我们女人想要得到的 在感情里面想要得到的 所以如果我们错误的 把工作上的这个角色 带到我们感情里面的时候 其实反而就会让这些男生觉得 呃 他没有地方可以去发挥 对 没有地方可以 没有那个空间来去贡献 是是是是是 还有呢 更常时候就是我们很多的女选员呢 我们来到课堂上的时候 他们学习到这些男性思维的之后 他们就说 哈 我以前都是 都是做了这些男生的事情 怪不得这些男生在我身边 跑掉 对 这些男生都觉得 没有安全感 原来我都犯下了这些错误 比如说他们都会说 我自己来也可以 我自己来就可以 凡是什么事情 自己来自己自己来 那个男生想要 呃 提议一些付出 一些帮忙的时候 比如说开车载你去约会啦 没有关系我自己来就好 我自己来就好 我帮你提这东西 没关系我自己来就好 呃 你要回家对吗 你要打车对吗 我帮你订一下那个车 没关系我自己来就好 哈哈哈哈 这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错误 因为你的每一个没关系 我自己来就好 都在告诉这个男人说 我不需要你 我不需要你 对 我不需要你 对 这社会上很多人会讲啊 你你单身 是因为你太优秀了 其实这个东西要 非常非常的注意 因为一个真正优秀的男人 是想一个优秀的女人 而高质性男人 就是高质性女人 就是一个在事业很好 然后很正直的一个男孩子 他要他的另外一半 是一个也是很 很平的一个女人 他只是想要在感情的时候 你也可以做女人 但是他也是希望你拥有 就是继续保持你独立的那一面 对 继续有那种憧憬 对你的梦想有憧憬 这个优秀的男人会很欣赏的 对 他会欣赏你的这个特质 他会欣赏你的这个气场 你的这个坚持的这些精神 他会欣赏 但同时他也希望在感情里面的时候 他可以为你去付出 来给你更多的爱的 对 所以第一点 女强人的错误呢 就是忘了去展现自己女性的一面 那第二点呢 女强人也很常犯的错误就是呢 散发一种 我不需要爱情 或者我不需要男人的气场 在这里请承认吧 在观看这个视频的你 心里面是不是多多少少有过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呢 其实啊 我自己一个人也可以的 也OK啊 没有问题 我不需要找一个男人也可以的 单身下去一辈子也可以的 你的心里面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想法呢 每次来到课堂的时候啊 其实十个女孩子当中有九个都承认 她们有这样子的想法 很正常 是非常非常的正常 那我觉得这些想法呢 其实一方面它是一件好事情 因为女性呢 她们越来越独立 我们呢 能够自给自主 我们不再需要像以前的女孩呢 去依靠一个男人来去生活 所以在过去的时代的时候 女人找寻另外一半 都是为了要去生存嘛 但是现在的女人因为有了这个能力 我们不再需要依赖男人来去生存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怀疑了 我到底需不需要另外一半啊 其实我一个人都可以活下去啊 对啊 你有能力赚钱啊 对 可是呢 终归一句呢 我们其实内心还是渴望 想要得到爱情的 我们的需要的是爱 我们不需要的是一个生存的伙伴 我们需要在这个 跟这个伴侣在一起之后 得到这个心灵上的一种 交换这种连接 当然我们不需要他来让我们生存 所以我们要清楚知道 我们找寻另外一半的时候 我们寻找爱情的时候 不是为了要他养活自己 而是要得到美好的这种爱情 就是你做完工 你放工回到家的时候 你想要有一个人跟你一起吃饭 然后周末的时候 可以一起去逛街走走 看一个电影 那你去国旅行的时候 有一个人跟你分享 所有的新鲜的事情 对 不需要自己一个人 那我们在追求的都是这样子的一种 陪伴 一种互相去成长 互相去支持的一种精神的灵魂 那再来呢 有很多女孩子啊 也可能是因为这个社会的风气 好像一种女权主义的这个崛起了之后呢 开始觉得啊 好像女生单身比较的酷哦 比较酷 好像女生单身比较的强哦 开始大家都会认为说啊 单身啊 要比恋爱还要好 对 他们不敢再去承认自己内心呢 其实需要爱情 想要爱情 都会觉得说啊 不要 要扮演自己不需要 才显得比较的厉害 对 因为讲我不需要男人 我比较厉害 但是我需要男人好像自己很弱 这样子 对 就有一个这样子的 我觉得不对的关书啊 那想一想哦 那个老天爷啊 就是有一天你告诉他你需要男人 然后他就给你一个男人 然后在你的身边出现男人的时候 可能你跟他交流啊 然后发现到你很难跟他继续的发展 之后你就有很多那个错白感 然后你一个人回到家的时候 你默默就讲啊 其实我不需要男人也OK 那老天爷听到了就会觉得很奇怪 你到底要不要男人 我给你了 你无所不要 你没有的 你无所你要 所以我觉得这是有一种那种吸引力法则 你知道吗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需要 就讲需要哦 因为你需要并不是一个可耻的一个东西 对 就好像我也是需要星空啊 星空也是需要我 对 就需要爱情 想要得到自己的这个美好的幸福 其实并不是一个可耻的事情 但是很多的女孩可能会觉得 承认这件事情是很丢脸的 所以就会默默的在心里面 嘴上说一口 但是默默的在心里面 非常的希望 Love is a 就是爱情是一个 基本人类的 所以回到去 如果你在观看这个视频的话呢 那坦白的说 你会来到这里 就是因为你真的想要得到爱情 所以既然你需要的话 那就大大方方的承认 你的爱情才会来到你的身边哦 对 第三个呢 女强人也很常犯下的一个错误 就是想要主导一切 嗯 那因为在工作上呢 这些女强人啊 她们已经习惯性的来去控制 来去主导一切的发展 因为她们需要有这些特质 才能让自己在工作上呢 去表现得这么的优秀 去达成所有的目标 所以这个特质呢 长久下来啊 习惯了成为自己了之后呢 在感情当中 甚至面对男生的时候 有时候很难的去转换 很难去放下这一个 很强烈的一种责任感吧 对 那甚至呢 有些女强人呢 她们也需要去养 就是自己的父母的 对 就是对于自己的这个家庭的 这个责任感也是挺大的 对 所以她们长期以来呢 都会作为一个照顾者的一个角色 来去照顾他人 来去保护好他人 久而久之 就已经习惯了 把他变成一种惯性了 所以在男生的面前的时候 他可能会不自觉的 就会想要去主导整个约会的发展 对 主导整个感情的发展 就会让男生觉得啊 他好像没有给自己一个空间 来去表现 对 那个男孩子 告诉你说 我们去看这部电影啊 你告诉他 这部电影不好看了 我们看另外一部电影啊 或者是这个男孩子讲 我带你去那个 湖边走走 不要去湖边了 我去另外一个地方 这男孩子就好像 想要付出 但是你又把他推掉 对对对 男孩子会觉得很难受 是 所以从我们在更远的去看待的时候 其实心理层面啊 这类型呢 有很强烈的主导呢 可能控制欲的女孩子呢 其实内心深处啊 都是有一种 不安全感 无法信任的 这一个 问题的 那为什么想要去控制一切 就是因为觉得 如果没有控制的话 是一件很不安全的事情 就会有危险发生 所以 就会习惯的 用控制来去操控一切 所以如果作为一名女人呢 你一直不断的去 操控一切的时候 操控这个男人 操控这个约会的时候 其实间接性的 你在表达的就是 你并不信任 这一个男人 你不信任他的能力 你不信任他做的决定 你不信任他这一个人 那有些时候 这个男孩子 就是开车载你的时候 那个 你坐在他隔壁的时候 可能你会去 走这边啊 走那边啊 这里有位置哦 这里有 你要注意看车哦 红根哦 新的哦 对 男孩子就是会觉得 做什么好像 就觉得 不被你信任啊 那你会不会觉得 如果这个女孩子是长洁的话 会有这样子的一种特质 对 很容易这样子的 那我们很多的这些学员呢 他们自己来到我们的课程的时候 本身也就是一个长洁 所以就是因为长洁 从小的这个责任感也比较的大了 对 就会更加的容易 就是养成这样子的一个习惯 所以呢 很多的女孩啊 在一开始啊 他们还是单身的时候 他们就很常就是犯下这个错误 想要去控制 想要去主导 结果就导致呢 每一个男生呢 都会就是离开 每个男生都会觉得 不会再继续的约你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对 这个跟外表没有 外表长相没有关系 是 是 他因为你的长相被你所吸引 然后 跟你交流之后 然后发现到 你就是 他感觉到他不被信任了 他就很难再继续的接近你了 所以学会呢 去放开这一个 执着 开始呢 去学会信任一个男人 其实真的会帮助 你们的关系的发展的 那第四个呢 还有很多女强人呢 会犯下的这个错误啊 就是呢 不给予反应的 嗯 什么是不给予反应呢 那在我们之前 有一支影片当中呢 我们就说到呢 就是男人啊 为什么会追求一个女孩 有三个关键嘛 那第三个关键 就是你所给予的反应 对 我们也分享了很多 就是你该怎么样正确的 给予适当的反应 在让这个男生 有信心的去追求你 但是很多女强人呢 犯下的这个错误就是呢 不给予反应 或者是不懂 该怎么样去给予 比较适当的反应的 可能他们呢 也会比较的专注于 在自己的事业发展 很像哦 呃 这个男生呢 每天信息他的时候 他就说 啊我很忙啊 不想要回应他 哎呀 每天为什么一直信息我的 我非常非常的忙 我自己的事业啊 我自己的想要去做的事情啊 然后就不给予 这些男性一些反应 他们太过的专注于 自己的这个事业上的发展 不把感情当成是自己的这个 主要的这个选项的时候呢 就很常的会让这些男生 进攻了 可是又觉得 哎呀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意思啊 这个女生没有什么 在给我反应 那我就 又在撤退了 就去别的 就好像那个男孩子 可能想要跟你玩游戏 他把球抛给你 然后那球 就被你丢掉了 是是是 就没有抛回去 你没有抛回去 没有给予这个回应 他不懂 下一步要做什么 对 我已经丢丢丢丢丢 十四了 没有回应 他就 哎 应该是没有兴趣吧 就去move on 对 这个其实跟 这个真的会影响男孩子 追求你的信心 男孩子要追求一个女人的时候 信心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 只要他有信心 他就才会全力以赴 就好像一个男孩子 去打比赛的话 打球啊 打鱼球 打篮球 踢球啊 他又有信心 就是有一定的几率 可以赢 他才会拼 那如果他真的是 没有信心的话 他连比赛都不敢去比 对 所以 追求女人也是一样 男孩子要有一定的 这个信心 他才会去全力以赴 那如果你不给他反应的话 就等同于说 那我信息你都不要回应我 那我如果要约你出去怎么办 那风险更大 那我要给你告白更怎么办 那风险更加大 所以这个男孩子就会怎么样 既然这女孩子对我没有意识 那我只好找下一个 对 那在近期呢 在我们的指导的这个学员当中呢 有一位指导学员来自台湾 她是一名医师 她在这个月尾的时候呢 即将跟她的这个未婚夫呢 步入婚姻 在前几个 我们的一个课堂当中呢 就邀请她来作为分享者了 那她分享呢 她就询问她的未婚夫 为什么当初会喜欢她 为什么当初会跟她在一起 她的未婚夫回答了一个重点 她就说到啊 因为我发现呢 在过去我们两个还没在一起的时候呢 你会和我一起呢 来去设定我们的约会 你会和我一起去计划 我发现呢 有时候可能我安排了几个活动之后 下一次你也会主动的就安排几个活动 我会发现我们两个人都是在一起 共同去设计这些活动 这些约会的 我发现你不介意和我一起去做这些事情 所以我觉得你很特别 你是我要的那种类型的女孩 很多女孩 其实犯下这个错误 就是你不给予回应 你觉得说 可能你觉得理所当然 或者是你觉得说 哎呀 她追求我 我没兴趣 或者就是你一直在散发这种 不给回应的这种气场 所以男人不会想要去接近你的 男人不会对你有感兴趣的 你就是一种高高在上 或者是很冷淡的一个冰山的时候 这些男生就没有那个目的来去继续的去追求你了 所以男生其实真的很重视 我们双方是否有在一起共同的去 想要去发展这个关系 如果有的话反而会大大的加分 对 还有第五个呢 女强人也很常犯下的一个错误呢 就是呢 无法去聆听他人的意见 因为女强人嘛 我知道啊 这个东西我做过啊 什么东西我不行啊 我们在我们的工作上的这些成就啊 让我们觉得自信心是有的 就是我自己相信我自己有这个能力 所以在跟别人相处 在别人跟别人互动的时候 可能呢 会毫无意识的 就一直不断的去打压他人 就别人在跟你分享的时候 你总是会觉得 表现的一副就是 我已经知道了 我不想要聆听的那种表现 那男生就会觉得说 跟你聊天很没有意思 因为在跟你聊天的时候 好像是在被你批评 没有在被你接受 没有在被你就是 能够聊得在一起 对 就好像这男孩子跟你分享 他一些意见的时候 可能什么样的政治的看法啦等等 你的回应就是 没有这样子不是不是这样子 这男孩子就觉得 啊OK哦 算了咯 对 这样子的那种感觉 是 其实每一个人呢 都有自己的主见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对 最终对或者是错 其实就取决于我们站在 什么样的立场的 什么样的角度 对 有时候我觉得 因为我们的这一些事业的成就呢 往往会很限制我们 限制我们只去追求 我们所认知的东西 而不愿的去打开我们的这些视野 来去接纳我们未知的东西 我们不知道的东西 有很多的人呢 可能得到了一定的这一些成就之后 就为了想要保护这些成就 所以就一直不断的做同样的事情 做同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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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长久的做同样的事情 就让我们忽略了 诶 其实这世界还有这么大的不同的板块 等我们可以去发掘的 因为我们想要去抓住这一种成就 我们害怕失去 所以我们也不想要再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 所以当别人跟我们分享一些 我们不同的意见的时候 我们就会很难的去接纳 我们就会一昧的 我们就会很容易的就直接否决他人 就觉得自己才是最对的 所以当一个男生感觉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好像被当成是一个竞争者 好像并不是一个能够相处得来的一个 友善的一个对象的时候 当然也会就是否决到很多他对你的好感啦 所以作为名女强人 我们还是要记得永远保持一个成长型思维 那这个成长型思维才能够带动我们 继续地成长成更好的一个人 以上五个就是在我们的指导的女强人类型当中呢 最容易犯下的错误 让男人都不敢追求你 所以如果你想要学习更多 如何去成长你自己 让你可以懂得怎么样去正确的方法吸引属于你的对的人 你可以去要简洁处点击我们的这个指导的连接 去了解更多的 谢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